嗨,大家好,我是科万蜜不满 今天开始带来2017年的太空美剧 奥威尔号的第一季 它虽然有很多喜剧色彩 但世界观非常宏大 甚至有些星际迷航的影子 故事开始在2418年的纽约 此时全宇宙已经进入星际时代 地球也尖飞昔比 这天傍晚男主艾德结束忙碌回到家 不料竟刚好撞见 妻子凯莉在和一个蓝精灵在出轨 凯莉试图道歉 但艾德表示我不听我不听 两人就辞离了婚 当时艾德没有想到 在短短一年之后 自己不光从离婚的影影组走出 还得到了冰生梦寐以求的职位 这天呢 行星联盟的司令把他召唤到办公室 表示自己有艘叫做奥威尔号的航空飞船 正需要船长 尽管艾德办事托拉粗心大意 又喜欢当班酗酒 但自己有3000多艘飞船 船长不够用 所以艾德可以来试一下 奥威尔号是一艘中型的探索飞船 尽管他并不是最先进的 但却非常漂亮 艾德飞入其中之后 发现全体船员已经在等待着自己 于是呢 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 等一切结束之后 他解散补充船员 只留下管理层 挨个认识了一下 第一位叫做大力妹妹 她虽然只是个23岁的女孩 却是飞船的保育部主管 这主要归功于她的天生神力 因为他们种族生长在一个 引力超大的星球上 所以当他们来到引力正常的地方呢 就会显得力大无穷 除了大力妹妹之外呢 剩下的管理层分别是 二副大壮 医生 领航员 和科学工程师 他们的种族和性格都五花八门 非常有趣 不过他们跟第一集的剧情关系不大 我们就留到以后再介绍 那艾德在认识过大家之后呢 便下令把奥威尔号从新港驶出 抽搐满志开始了首次航行 不过没过多久 司令便发来通讯说 艾德身边还少一个副船长 而这个人选已经决定了 那就是凯利 这下飞船里面就太尴尬了吧 艾德抱着脑袋想拒绝 然而司令强硬的命令他接受了 艾德一番尴尬的耐着后 凯利终于乘坐太空飞梭 进入了奥威尔号 两人最初见面时呢 凯利还试图为出轨道歉 他说自己来当副船长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来赎罪 然而艾德对过去无法释怀 止不住的挖苦讽刺凯利 凯利也生气了 说自己出轨 还不是因为艾德太重视工作 置自己于不顾吗 两人越吵越大声 以至于隔壁的船员们都听见了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凯利分然表示 只要自己找到新的合适职位 就立刻从这调走 第二天呢 这对前夫妻便苦着连开始了合作 整个指挥室都已经尴尬变得难以呼吸 幸好此时一段视频通讯缓和了气氛 原来奥威尔此行 其实是有一个主要任务在身 那就是给一个外星球的科研基地运送补给 如今呢 他们便飞到了那个基地的附近 而发来视频通话的 正式负责基地的博士 不料博士却忽然告诉大家 其实自己比起补给更需要保护 请大家务必过来保护自己 爱德虽然一头雾水 但仍在凯利和大力妹妹下见到了这个星球 博士显然对大家的到访非常兴奋 他像导游一样 带大家游览了一圈实验基地 而所有实验项目里 他最得意的要属于一种红杉种子 他看似普通 实则经过了基因改造 无论在石头金属 还是沙地里面都能生长 哪怕没有水 也能长成参天大树 最重要的是呢 他吃起来美味又健康 科学家说完便请大家吃了起来 但爱德可不想浪费时间 他单道直入 问博士究竟为何请自己来 又想让自己保护什么呢 博士这才进入主题 说自己有一个手下研发出了突破性的科技 说完呢便把香蕉放入了一个仪器里面 香蕉立刻枯萎腐来了 爱德不明所以 也于说 这仪器难道是和香蕉战斗用的武器吗 博士手下解释说 自己研发的其实是一个时间加速器 尽管刚才外界只过了几分钟 但仪器里面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 香蕉因此复烂了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甚至还可以让时间加速100年 博士认为这项科技前途无量 未来既能用于农业 医疗甚至还能用于军事 其实这也正是博士请求爱德保护的原因 因为有一个凶恶的奎尔族 正寄予着这个仪器 一旦他们成功抢走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料博士刚说完这些 背后就出现了一个叛徒 他先把博士的手下推入仪器老化致死 又呼叫奎尔战舰赶来支援 虽然大力妹妹很快打败了他 但奎尔士兵们还是杀来了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攻击爱德抢夺仪器 另一路则开着大飞船 攻击奥维尔号 爱德这边压力倒不是很大 毕竟他和凯莉都会枪战 而且大力妹妹既能破门又能飞跳 大家很快便带着仪器坐上了飞梭 准备与奥维尔号上的队友们会合 反观留守的队友们 他们压力就大得多了 因为奎尔人船间泡利 奥维尔号和他对空吃尽了奎 很快飞船的护盾就被打光了 幸好爱德随友及时改变战术 使出了一种叫驴打滚的战术 绕着敌人翻滚 这才避免了伤亡 一段时间之后 爱德等人的小型飞梭也飞了过来 随友精准调整航向之后 刚好把飞船尾部甩向飞梭 爱德等人切词有惊无险钻了进来 可是尽管队友们的操作都如此犀利 奎尔的战舰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随伤 奎尔的指挥官甚至对爱德劝降 让他乖乖的把仪器给交出来 此时凯莉灵机一动 劝大家不如乍想好了 因为博士的装置可以把时间加速100年 而100年的时间 足以让一颗红山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爱德顿时心灵神会 他表示自己会先把装置交给奎尔人 然后在远程把设备机火码交给他们 奎尔人不知事迹沙沙同意了 也没有发现 爱德偷偷往仪器里藏的红山种子 所以等到奎尔人输入激活码激活装置的时候 红山种子便瞬间生长100年 以一颗参天大树的形态 撑爆了奎尔人的战舰 大家大声而归 第二天早上 大家都从胜利的喜悦中平静下来 凯莉也趁机提出 自己有了一个合适的职位 马上就要调走了 而爱德对此的反应却是 这一集结尾的时候 还有个小彩蛋 当时凯莉回到地球 正感谢司令此前对自己的一系列帮助 原来从爱德当舰长到凯莉担任副舰长 这些都是凯莉私人请求司令下的决定 而司令因为欠着凯莉父亲的人情 所以一并允落了 看得出来 凯莉为了让爱德当上船长 费了不少心思 而爱德对此全人不知 那这一点会为二人的感情埋下怎样的伏笔呢 第二集 在上一集里 主角爱德一行人驾驶奥维尔取得了一场小胜 这一集开始时 爱德仍然一脸愉快 不料今早二伏大壮突然来到船长室 一本正经的说 自己刚下了颗蛋 要请家复旦 这可不是什么冷笑话 大壮种族是一个单性种族 他们真的靠下蛋来繁殖 爱德把下蛋当作笑点 很是业余了一番 然而大壮极端的不狗言笑 哪怕爱德开玩笑时 他也是依附誓死如归的表情 爱德只好放弃玩笑 老老实实的批准了假期 第二天航行开始时 大家忽然收到求救信号 得知远处有一艘运输船 刚受不袭击 需要帮助修理 他们启用量子驾驶 赶到附近之后 收到了遇难船长的视频通讯 对方表示 自己的飞船还不是特别糟 毕竟除了急需修理之外 人员并无大碍 说完还给爱德介绍了 两个船里的乘客 爱德震惊的发现 这两人竟然是自己的老爸老妈 原来此前 他们刚好想走亲戚船朋友 于是就坐上了这艘船 这两位老人画匣子一开 就再打不住了 从谴责爱德的副舰长 也就是他的前妻凯莉 给爱德扣虑帽 再到描述 老爸从前拉肚子 有多么痛苦 凡是能想到的话 全都说了 爱德慌忙打住两位老人 表示 自己和凯莉 马上登舰去救他们 鉴于爱德和凯莉 分别任舰长和副舰长 所以他们不在船里时 必须有人临时指挥飞船 大壮是军衔第三高的 以往都是他单次重任 不过如今他在下蛋 责任就落到了虽然年轻 但是均嫌第四高的 大壮妹妹身上 她是第一次单次重任 心里面忐忑不已 只盼爱德能赶快回家 平平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当爱德和凯莉 落入对方的运输船之后 忽然就消失了 队友们急忙进行扫描 结果发现 爱德和凯莉 真的是凭空不见了 除此之外 对方的运输船 其实也只是一个 由仪器生成的全息投影 而爱德的老爸老妈 也都是假的 大壮妹妹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种事情 她又慌又懵 最终决定使用追踪射线 把生成全息投影的那个仪器 拉进船来寻找线索 传言们认为这不是好主意 毕竟这是陌生人的仪器 里面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大壮妹妹仍然一意孤行 结果当大家打开舱门 迎接仪器的时候 仪器忽然发生大爆炸 飞船因此受损 也有不少人受了伤 大壮妹妹心态再一次崩溃 她认为自己指挥不好奥威尔 再这样下去 要害死大家 因为按照规矩 只要医生证明指挥官的健康有问题 就可以罢免她 所以大壮妹妹便求助医生 让她找理由来罢免自己 不过医生非但没有罢免她 还对她进行了一番开导 大壮妹妹重拾信心 回到岗位之后 带大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他们逐渐发现 原来之前的神秘仪器 除了能生成全新影像之外 还有一个传送功能 爱德和凯莉 其实就是被她传送到了某地 他们进行长距离扫描之后 进一步发现 爱德和凯莉 其实是被传送到了一个危险的星系 这个星系的人自诩高等文明 他们的科技先进 而且极度高傲 认为所有科技落后的种族 都只是动物 人类也只是其中之一 大壮妹妹试图 让人类联盟的司令出面去救爱德 然而司令表示 这个高等文明过于棘手 自己宁肯牺牲爱德 也不想招惹他们 大壮妹妹此时再度陷入挣扎 如果抛弃爱德实属不易 但如果去营救她 就违背了司令 最后 在医生的又一番心灵鸡汤鼓励下 她还是决定去救爱德 不过在她赶到高等文明信息前 我们还是换一条故事线 看看爱德和凯莉 到底遭遇了什么 两人最初被传送过去之后 两人只是一片漆黑 等到他们睁开双眼 才发现 自己竟回到了在地球上的住所 其实这里只是高等文明生成的 又一个虚拟印象 果然 当爱德他们想要出去时 便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困死 两人只好宅家一样度过了一天 这一天里他们既重温了曾经的温馨 也再次经历了曾经的争吵 眼看两人又要互相厌倦时 他们忽然发现窗外的地球景色消失了 变成了许多高等文明的人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是被高等文明当动物 关在了动物园里 这里面会根据关押的对象不同 自动生成他们故乡的景象 而刚才窗前的那些外星人 就是动物园的游客 由此想来 电影最开始拿个运输船的全息投影 想必就是高等文明的陷阱 他们就是靠他来诱补动物们的 艾德知道一切之后 试图逃出动物园 然而他的邻居都是更凶猛的外星生物 这些人都逃不出去 艾德嘛就更不必说了 幸好就在此时 大力妹妹已经来到这里 跟动物园的管理员做起了交涉 由于管理员把他也当动物看待 所以他特意让工程师机械哥跟自己通行 机械哥是一个机械生命体 他们的种族的科技也很发达 而且也一样敲不起别的种族 所以高等文明反而愿意和他平起平坐 机械哥首先表示 艾德和凯莉其实是一对宠物 而他们俩早有主人了 但管理员仍然拒绝归还 他认为既然自己捡到了这对宠物 那他们就改归自己 机械哥只好继续撒谎 说艾德和凯莉呢 其实已有传染病 自己要带他们回去看病 不料管理员听后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竟下令对艾德两人使用安乐死光线 艾德两人被吓得狼狈逃窜 大力妹妹健壮 忙和管理员提起了新的交易 当然呢 此前管理员都是把他当作机械哥的宠物看待的 不过在机械哥的再三恳求下 他也同意跟这个宠物进行一番交谈 大力妹妹单刀直入 表示管理员之所以收藏艾德呢 无非是拿它来吸引观众 而自己愿意拿一个更珍贵的 让观众无法抗拒的藏品来交换 管理员见过这个藏品之后 果然满意的放出了艾德和凯莉 最终大力妹妹也因为攻击显赫得到了奖章 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 大力妹妹到底是拿什么做了交换呢 其实其他船员们也一样好奇 这天呢大力妹妹在被问及此事时 终于说出了答案 原来她交给管理员的 其实是一万多份电视真人秀的视频 这些视频里的人物不停互思 这场面可比艾德的宅男生活精彩多了 游客们纷纷被这些有趣的人类所吸引 动物园也因此人气暴增 管理员见了都直呼内行 这一集结尾的时候呢 大壮的蛋里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婴儿 不过当她和伴侣看过来时呢 却不禁瞪大了双眼 原来尽管他们的种族只有男性这一种性别 可他们俩现在却生下了一个女宝宝 队友们见了都夸宝宝可爱 但是大壮和伴侣却眉头紧锁 因为在他们的种族 从来只有男性这一种性别 生下女宝宝这种事情 全族每75年才会发生一次 族人们都把这种宝宝当畸形看待 很快大壮便找到医生 表示自己和伴侣已经决定了 要为他们的宝宝进行变性手术 可好好的女宝宝为什么要变性呢 大壮解释说 在自己的种族里面 女性是一种疾病 而他要求医生治愈这种疾病 尽管如此 医生还是愤怒拒绝了他 毕竟呢 奥威尔号属于联盟 医生自己又是人类 而除了大壮的星球之外 没有种族认为女性是疾病 大壮憋着火气 又找船长爱德替自己做主 然而爱德也认为 这种变性既不合情又不合理 也生气的驳回了他的请求 没想到第二天大家工作的时候 忽然收到了大壮种族发来的通讯 对方冷不防的说 自己要派一艘战舰来跟奥威尔号会合 明天呢就要接送宝宝变性 原来这是大壮见说服大家无望 于是擅自把本族救兵搬出来了 这天晚上 爱德和凯莉商议 该如何说服大壮呢 他们认为既然大壮一族 把女性视为残忌 那么只要证明 女性也能强壮就好了 他每次安排大壮妹妹和大壮 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大壮呢就算身材壮硕 也敌不过大壮妹妹的种族天赋 所以惨遭吊打 其实呢 大壮也明白大家辞举的用心 但他认为 其他人无权干预宝宝的命运 因此再次纷然离开 当天晚上 爱德的损友拎着啤酒找到大壮 嬉皮笑脸带着他 看人类的电影来节目 电影讲述的是一头驯鹿的故事 他因为鼻子亮到发光 与别人格格格不入 但他也正因为鼻子发光太厉害 甚至被圣诞老人当作光源石油 照亮了雪橇前进的道路 大壮火人大悟 原来这是一个把心情畸形 转换为后天优势的故事 说不定将来自己的女宝宝也会如此呢 他连夜找到伴侣 表示要取消变性手术 然而伴侣无法接受这种离经叛道 两人争吵不休之后呢 决定法庭上解 而爱德和凯丽则决定担任大壮的辩护律师 大壮为表达对爱德的感谢 当场引用了本族最著名的文学家的名言 引用名言是他们一族的传统 而这个作家也是本片的一处伏笔 由于法庭选在大壮一族的母亲 所以爱德等人便驾驶飞船 登陆了这颗陌生的星球 这是一颗极端的重工业星球 地表全是工厂 空中充满飞气 光是看着就令人窒息 然而在诸多工业里面 他们又尤其擅长军工 所以到处都有人在测试炸弹 爱德等人见过这惊奇的萤幕幕之后 正式进入法庭 大壮伴侣的律师首先发言 他们表示 之所以要做变性手术 是因为女性是一种严重的缺陷 具体表现在生理和智力两方面落后于男性 凯莉针对这两点进行了反驳 她首先拿出一个实心的钛金属方块 让大力妹妹揉面团一样揉圆了她 以此来证明 女性的体能并不弱 接着她又对爱德的隋友 进行了一系列小学生级的智力测验 隋友天生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所以完美地打错了所有体 凯莉依斯证明男性里面也有笨蛋 所以不能以性别来判断有脸 然而对方律师也予以反击 表示大力妹妹之所以利息大 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天赋 实际上大力妹妹一族的男人 一定比她更强壮 双方从此有来有回 局面再一次陷入胶着 这时爱德忽然灵机一动 让留在奥威尔号上的队友们 替自己扫描了整颗星球的表面 结果他们惊喜的发现 这颗星球上存活着一个特别的人物 只是她一直隐居在山洞里面 无人知晓 此后爱德点偷偷溜出去 说服这人跟自己一起回到了法庭 法庭上所有成员见到这人之后 都陷入了震惊 原来这是一位已经步入老年的 大壮一族的女性 这位女性分人表示 族人们强行改变婴儿性别的做法并不合理 因为自己作为女人一生幸福 而且无悔 作为佐证 她还引用了本族最著名的作家的名言 对方律师怒斥她这是亵渎经典 然而大家很快就发现 原来她就是那个作家本人 女人借记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贡献社会的方式 而自己作为女人选择以文学的方式 法庭一片哗然 法官最终宣布散庭 审判结果会在12小时之后通知大家 在这12小时里 爱德等人一度以为自己赢定了 然而大壮对此持悲观态度 毕竟他知道 自己的族人都很顽固 而要想逆转整个族群的观念 远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大壮的预测是正确的 等法院宣布庭审结果的时候 最终还是判大壮败诉了 并且将宝宝变成了男性 不过即使这样呢 大壮仍然愿意跟伴侣携手养大宝宝 毕竟他还是深爱着伴侣和宝宝 他们的生活仍将继续向前 就像奥威尔号总会继续起航一样 奥威尔号第一季的第四集 在这一集开始时 奥威尔号的船长艾德 也带着大家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天早上大家正喝着咖啡聊着天 忽然发现 在40万公里外 有一个巨大的人工物质 哪怕用巨大一词形容它 也还是过于保守 大家甚至必须要把它缩小一万倍 才能用电脑观察 扫描的结果显示 这个人工物质 其实是一个超巨型的飞船 它由未知合金打造 由于引擎出现故障 只能靠惯性飘荡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呢 这艘飞船竟已有约2000年的历史 大家在目瞪口袋的同时 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那就是根据这艘飞船的运动轨迹 它将在6个月后 与一颗恒星相撞 艾德试图扫描飞船里有无火口 然而他们的扫描器 无法穿透飞船表面 所以要想查明真相呢 只有亲自登陆进去才行 事不宜迟 艾德立刻带着几位队友 从一处街口进入了巨型飞船 那进去之后发现呢 出几霞 财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矿 乌射炎然 有良铁美池 桑竹之数 俨然一幅绿色星球的壮阔景象 大家现在才明白 原来这里是一艘生态飞船 而且是史上最大的生态飞船 他们扫描过后 发现这里不但有生命迹象 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生命 既然如此呢 艾德认为有必要警告对方危险将至 于是他和凯莉 缤纷两路 各自寻找附近的活人 我们先来看艾德这边 他身边的两位分别是医生和机械哥 机械哥顾名思义 是一个蒙的感情的机械生命体 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 高科技 现在他通过扫描仪 又发现前方建筑里有三个生命体 艾德于是决定跟这些人谈谈 最初开门的是一个女人 可他立刻惊恐地逃了回去 艾德再次敲门呢 又出来了一个男人 而他竟然一言不合就开枪 幸好机械哥天生冷静 他淡定的机缘男人救下了大家 大家进门之后才明白 原来这栋屋子里是一家三口 除去男人女人之外呢 还有一个青年 艾德试图告诉对方 他们的飞船马上就要撞上恒星了 不过对方虽然能听懂艾德的语言 却没法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大家一翻鸡同鸭讲之后才明白 原来这里的一族并不知道 自己生活在一艘巨型战舰里面 他们不光以为这是一颗真正的星球 还以为这就是宇宙的全部 艾德试图把真相告诉他们 然而女人认为这是亵渎神灵 愤然打断了他们 青年呢倒是思想开放的多 把艾德他们介绍给了另一伙人 这伙人叫做改革者 顾名思义 他们反对传统 认为宇宙远不止自己的一目三分地 如今他们见到艾德之后呢 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了信心 不过就算这样 他们仍然认为宇宙广阔这种学说 不会被大多数民众接受 因为他们这里属于独裁的神权正体 民众们都盲信着一个首领 而首领呢 把宇宙广阔这种观点 视为异端邪说 锦人正说着 艾德忽然接受到了一段 不祥的无线通讯 原来当初小队缤分两路的时候呢 另一路是凯莉和大力妹妹 他们俩原本是看着风景聊着天 不料忽然冲来一伙军人 对方一言不合就打伤大力妹妹 并且抓走了凯莉 现在大力妹妹从重伤中醒来 便给大家发来了求救通信 艾德慌忙带队员们找到大力妹妹 幸好呢 她的种族不仅力气大 生命力也很旺盛 而医生又有黑科技 可以快速治疗 因此她很快便恢复如初 接下来呢 大家又讨论起了 如何营救凯莉 青年知道 抓走凯莉的一定是首领的卫队 于是带大家伪装成了本地人 来到了首领的宫殿 与此同时呢 首领正严心拷打着凯莉 想逼问出她来到这颗星球的目的 凯莉把自己想拯救这艘飞船的事情 如实说出 不料首领却认为这只是谎话 残酷的拷打 眼看凯莉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大理妹妹终于破门而入 带着艾德等人致服了首领 这下 艾德再次把飞船的真相告诉了首领 然而首领仍然拒绝相信 艾德和首领一番辩论之后才明白 她其实内心里也觉得 外面确实可能有更广阔的宇宙 而她之所以嘴上不愿意承认呢 是害怕真相大外之后 社会将聚变 自己将失去掌控一切的特权 艾德知道再说无意 于是机缘首领离开了 接下来改革者们把艾德一伙人 引到了一处大门前 他们说这里是禁地 自古就严禁任何人进入 里面想必有很重要的东西 机械哥伸出两指 轻松地破解了大门的密码 大家进去之后才明白 原来这里就是巨型飞船的舰桥 所有的控制仪器都在这里 机械哥很快又发现了一段录像 看起来像是前一个用户故意留下来的 视频里的人是飞船的最后一任舰长 他表示 这艘巨型飞船是自己的文明 为探访新的行星打造的 预计三代人之后就能给他目的地 然而他们没想到 飞船在中途遭遇了离子风暴 飞船引擎因此毁坏 而且不可修复 幸好这里的空气和水都能循环几千年 他们的后人因此得以适当生存下去 不过这位船长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后人居然在宇宙漂浮了2000多年 时至今日 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一切的起源 在大家感慨万千的同时 机械哥又检查了一番飞船系统 他表示 按照现在的科技飞船的引擎其实已经可以修复了 而且只需要花费短短24个小时即可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 这艘飞船其实有一个巨型天窗 只要打开天窗 这个世界的人们就能见到真正的星空 艾德立刻下令照做 飞船里的人们果然从此便见到了 让他们永生难忘的美丽景象 相信从此刻起 他们一定已经相信了宇宙的广阔 在这集结尾的时候 艾德把飞船的指挥权交给了改革者们 他承诺自己会联系人类联盟高层 让他派人来教改革者们如何驾驶飞船 这样飞船以后想要驶向何方 就全由改革者们自己决定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艾德等人也心满意足地驾驶着奥威尔号 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第五集 本集是主线和支线各有一条 主线是男主艾德一行人穿越时空 支线则是科学工程师机械哥 学习幽默 这一集刚开始时 22号的气氛依然轻松愉快 传言们都在看喜剧取了 只有机械哥无法理解 其他人究竟为何而笑呢 这里要跟没看前几集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 机械哥其实是个摸的感情的机械生命体 他加入飞船就是为了研究人类 所以现在很想学习人类的幽默 艾德的随友向来喜欢插个打魂 于是解释说 幽默其实就是恶作剧 而恶作剧的精髓是创意和出人意料 两人花音刚落呢 艾德表情便严肃起来 原来他们刚扫描到不远的星系里面 传来了求救信号 他们忙启动量子驾驶赶到对方的星系 结果发现 信号是从一个彗星里面发出的 而这颗彗星正在受到一颗恒星引力的影响 预计很快就会坠入恒星 大家进一步扫描之后呢 发现彗星里面其实有一艘飞船 于是和对方进行了通讯 对方是一位女船长 他表示自己的飞船是一艘采矿飞船 如今出现故障 急需救援 艾德听后 第一反应是想用牵引光线 把对方的飞船给拉过来 然而对方的飞船有一半卡在彗星里面 强行牵引的话 极有可能把飞船撕碎 所以艾德只能用图办法 那就是亲自驾驶 小型飞梭 飞到彗星上 去把女船长给载回来 救援的前半部分非常顺利 然而当艾德等人做飞船返航时 却被恒星的引力束缚住 无法动弹 幸好奥瑞尔号上的其他队员们 及时启动牵引射线 辅助着把飞船给拉了回来 船员们把女船长救上来之后 好奇的问他跑的 彗星上面干什么呢 女船长表示 自己是采矿商会的 采完矿时候 为了躲避坏人的攻击 耗尽了能量 所以来到这个彗星上 采集能量 不料又遇到了这档子事 大家安慰女船长后 想到不久之后 刚好要办一个酒会 便邀请她一起参加 酒会上呢 大家得知 女船长也来自地球 而且还跟艾德是老乡 艾德听后 立刻两眼发光 侃侃而谈起来 而副舰长凯莉 作为艾德的前妻 一眼就看出 艾德是相中的女船长 这让她忍不住白眼 事实证明 凯莉猜的确实没错 从这晚起呢 艾德和女船长便安慰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 凯莉对女船长展开了一番秘密调查 其他人都怀疑她这是因为吃醋 但她承诺绝对没有 自己只是对女船长的来路不明 感到刻意 因为自己此前特意查过 采矿商会的员工信息 结果显示 并没有女船长这个人 凯莉最终以安全检查的名义 溜进女船长的房间 结果呢 发现她的床底下 藏着一个 泥椎金属立方体 而他们的扫描仪 却无法识别这是什么 后来凯莉把这件事情告诉艾德 然而艾德不以为意 毕竟嘛 谁也没能扫描出 明知金属到底是什么 也许那只是一个腰带扣呢 她认为凯莉 只是对自己 余情未了吃醋了 这让凯莉也很生气 两人再次吵了起来 结果两个人正吵着呢 飞船忽然遭受到了 不明物体的接链撞击 大家扫描周边之后发现 飞船原来是遭遇了 强烈的暗物质风暴 这种灾难 罕见而凶险 极有可能让全船人丧命 就在大家不知道 暗物质风暴 说完呢 既将大家调整飞船的参数 又亲自驾驶飞船 最终在一番惊险操作之后 成功把飞船开出了暗物质风暴 如果说之前艾德还对女船长 有一丢丢戒备 那在这次救命之恩之后 她就彻底的迷上了对方 当天两人在虚拟的外形环境中 约了一次会 女船长则把握机会强势出击 应来一样和艾德为爱鼓起了掌 第二天一早呢 飞船里面忽然响起了 艾德损友的怒吼声 原来今早他起床时呢 忽然发现自己被截断了一条腿 而这正是机械哥的杰作 他认为自己趁夜截断这条腿 既有创意又出其不意 实在是幽默的典范 艾德的损友听后更加生气 最终口吐芬芳地离开了 机械哥这才明白 自己关于幽默 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 这件事情才刚平息呢 飞船就又发生了更大的骚动 这次是船员们发现 有许多的主控设备上面 都被人装了可疑的东西 而这正是前郑凯莉 在女船长屋里发现的明智金属 这下艾德也怀疑起女船长 她命令女船长坦白 这些金属究竟是什么来头 女船长自知瞒不下去了 于是坦白了身份 不过她说的话却让人相当震惊 原来呢 女船长是来自29世纪 也就是400年后的未来 本来呢 艾德等人应该是连人带船 都在上一次暗物质风暴里面团灭的 但她是一个收藏品商人 由于有一个买家看好了艾德的奥威尔号 所以她便穿越回来拯救奥威尔 准备过会儿卖给买家 她之前装在主控设备上的金属立方体呢 实际就类似于黑客装置 可以让她强行控制飞船系统 而现在呢 女船长便控制着飞船 向一个偏远冲动市去 之前她就是从这个冲动来的 现在飞船只要飞过那个冲动呢 就能抵达400年后的时空 未来的买家也正在那里等着 除此之外 本片刚开始的彗星事故 毫无疑问也只是她上演的酷肉计 为的只是为了博取艾德等人的同情心 艾德知道一切之后不甘先认输 于是让机械哥试图去破解这些金属立方体 然而这里面的科技过于先进 机械哥破解不成 自己反而被炸飞 甚至失去了生命 这下子大家彻底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船穿越冲动 来到了400年后的时空 此时买主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女船长 她呢有一次够浮夸的飞船 而自己的造型甚至比飞船还要浮夸 就在女船长和买家讨价还价的期间 艾德忽然发现 飞船的控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小字 这是一句美国喜剧里面的梗 原本是应该有些笑点的 不过我们因为文化差异 无法get到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艾德在看见这行小字之后 顿时猜到系统的控制权 已经不在女船长的手里了 她试着控制飞船的航向 结果竟然真的成功了 飞船就这样 180度大转弯穿过虫洞 又回到了现在的时空 女船长见识不妙想要动粗 然而凯莉和她打成一团 最终制服了她 不久呢 飞船的系统里面传来了机械哥的声音 我们这才明白 刚才的那一幕是怎么回事 原来呢 机械哥的记忆数据什么呢 在她肉体死前 就已经上传进了飞船的电脑里面 她借着自己在电脑里的机会 成功破解密之金属 重新获得了飞船控制权 而她刚才之所以发现那行小字呢 就是想用玩梗的方式 告诉爱德自己已经控制了飞船 毕竟玩梗的话 只有爱德等人能听懂 让女船长看到 也不怕暴露 大家听后呢 都感觉机械哥果然幽默 又不失机智 接下来呢 机械哥便和爱德的损友 各自恢复起自己破损的身体 我们对此就不细说了 结尾的时候 女船长见大事已去 还想重打感情牌 让爱德再次相信自己 然而爱德不会再被骗第二次了 她最终下令飞船摧毁了冲动 等到爆炸的光芒散去之后 女船长也已经从爱德的眼前消失 至于女船长为什么会消失呢 爱德本人对此的解释 其实超级复杂 我倒是有一种更简单一点的理解 那就是虫洞消失之后 女船长穿越而来的前提 便不复存在 这使她在这个时空的存在 变成一种悖论 所以最后她便从这个时空消散了 今天呢 带来的是奥威尔号的第六集 这一集开始时呢 舰长爱德正在紧急集合 奥威尔号的船员 原来他们刚刚收到了一颗 人类殖民星球的救救信号 这颗星球正遭遇着一艘奎尔人战舰的袭击 由于呢 它刚成为人类殖民地 防御力非常薄弱 所以只能指望爱德救援 爱德听后 立刻通讯命令奥尔人立即停止攻击 没想到呢 素莱以号战闻名的奎尔人竟然真的停手了 爱德正沾沾自喜 却发现呢 奎尔人停下来其实并不是服软 而是想要转过来打自己 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 奥威尔号毕竟只是中型飞船 仅仅从体型上就已经落了下风 爱德呢 于是命令飞船 假装逃跑 奎尔人战舰穷追不舍 爱德呢 则借此机会从尾部发射出所有等粒子鱼雷 一举击毁了敌舰 胜利过后 大家从敌舰坛海里发现了一个大惊喜 原来尽管奎尔战舰已经被炸成碎片 可战舰里的一艘小型飞梭 却完毫无碎 正漂浮在太空里 这种小概率事件实在难得 爱德立刻把飞梭交给了上级 大家呢 原以为上级会借这艘飞梭来分析奎尔人的技术 然而上级却表示呢 自己另有一个特别计划 原来呢 尽管近年来人类和奎尔人摩擦不断 却对他们了解甚少 根据现有的情报呢 奎尔人是一个科技发达 却又狂信神灵的种族 他们认为自己的种族高于一切 所以自己掠夺别族资源 就和人类吃肉吃草一样 理所应当 可反过来 视为信仰遭受挑战 和对方疯狂打上几十年仗 上级不想凭空招惹奎尔人 所以想了解他们的文化 据说呢 奎尔人有一本类似于圣经的法典 每艘奎尔战舰里都会有一本 上级认为 这法典对于了解奎尔文化很有帮助 于是命令让爱德去打入敌人内部 偷一本回来 而刚刚俘获的这艘飞梭呢 就是他的伪装工具之一 爱德虽然不是很有把握 但还是接下任务 并且让孙友跟自己同行 可让人吃惊的是 这场会议刚结束 爱德竟被一个奎尔人劫持了起来 更离谱的是呢 爱德竟和这个奎尔人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大家才明白 这是爱德和孙友开的玩笑 刚才呢 孙友是用全新影像生存器 把自己伪装成了奎尔人 有了这个黑科技之后 潜入似乎比预想的容易多了 爱德和孙友像两个真正的奎尔人一样 驾驶飞梭 进入一艘奎尔飞船 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两人随后得到了这艘飞船舰长的接见 爱德谎称自己的飞船被人类击败 只剩自己和孙友幸存 舰长相信了这幅说辞 而他身边的红衣祭司 尽管有些怀疑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多呢 船内便响起了祈祷的终生 几人只好停下一切去参加礼拜 祈祷期间 爱德认识了临坐的一个奎尔女人 她叫特雷亚 而她的哥哥刚好在爱德此前炸火的飞船上 爱德对他哥哥的死由衷感到遗憾 而特雷亚则认为哥哥的牺牲让自己信仰更加坚定了 闲谈结束之后 祈祷仪式正式开始 不料奎尔人的祭品竟然是一颗人头 爱德不忍直视的熬道结束 趁着其他人都离开之后呢 和孙友扫描起教堂里的法典 这本法典足有几百上千页 可爱德的扫描仪只能一页页的扫描效率其低 更糟糕的是呢 扫描期间他们的伪装竟无故失效 差点就被人识破了 幸好他们经历过重重险形 还是成功扫描完了法典 不过事后爱德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总结起伪装起失效的原因 结果发现他是受到了一种辐射的干扰 两人循着辐射找了过去 发现源头是一颗神秘的超级炸弹 爱德对这炸弹知之甚少 觉得必须查清信息 因此呢假装闲聊问起了特雷亚 特雷亚表示 这颗炸弹名叫中子立场产生器 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摧毁一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 而他们此行动标呢就是一颗人类的农业行星 那颗行星没有任何的武装 所以最适合攻击 爱德和孙友廷的害怕 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毁掉这颗炸弹 他原本想把飞船一炸了之 但后来才注意这里面还有孩子 于是又不忍下手 刚好呢此时一个好奇宝宝来问爱德 为什么人类的皮肤和奎尔人不一样呢 爱德告诉他 这是因为地球阳光充沛 人类的肤色可以防晒 而奎尔星上一片黑暗 96%的阳光都被阻拦 所以奎尔人的皮肤惨白 他刚说一半呢便缓人大悟 于是红走了好奇宝宝 和孙友商量起了新的战术 原来爱德刚刚想到 奎尔人是黑暗中演化的民族 可以说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 阳光对他们来说可以致命 实际上前几集里面 奎尔士兵在外星作战时 也确实都带着能抵御阳光的头罩 总之呢这就意味着 爱德只要能侵入飞船的灯光系统 放大灯光里的紫外线 就能烧死所有奎尔人 而且这样一来也可以避免误伤孩子们 毕竟只要给孩子们的屋子不开灯就可以了 两人立刻分头行动 爱德把孩子们和特雷亚骗在了没有灯光的房间 孙友呢则设置好了灯光曝晒的倒计时 不料孙友完成任务时 刚好被祭祀识破了 这下子他遭到了奎尔人的残忍对待 舰长更是加速驶向人类的农业行星 准备发射超级炸弹 爱德得知一切之后不再伪装 和奎尔人枪战起来 然而他毕竟寡不敌众 没法扭转局势 眼看飞船离农业行星越来越近 奎尔舰长也对他发射出了超级武器 幸而在千军一发之际呢 孙友设计的倒计时终于结束了 船上所有奎尔士兵都惨叫着烧焦 孙友虽然也浑身剧痛 但仍然挣扎气身 利用飞船自带的武器击毁了超级炸弹 至于爱德纳一边呢 则是成功救下了特雷亚和孩子们 战后他派人把孩子们都送回奎尔心 只是俘虏了特雷亚一人 还承诺绝对不会伤害他 可尽管爱德已算是宽大为怀 特雷亚却还是满言怒火 毕竟他刚目睹爱德 屠戮了自己异传的战友 他恨恨的说 孩子们在目睹异传同胞的死状之后 从此必然也将走上复仇之路 故事至此在爱德严峻的表情中结束了 可能这一集主旨是向我们揭示了 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吧 因为在战争中 哪怕一方已经人质一斤了 然而他给另一方留下的 却仍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人类和奎尔的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在以后的故事中 会继续为大家揭晓 这一集里面呢 船长爱德带着奥威尔号的船员们 抵达了新一颗星球 可船员们一见这星球就看待了双眼 因为它几乎跟地球一模一样 爱德对此的解释是 银河系那么大 总会有几个平行物种 而这颗星球就是地球的同款 然而比这更巧的是呢 科技正是地球21世纪的水平 虽然这颗星球看起来颇有趣 但爱德严禁船员们随意登陆 因为此前呢 就有两个科研人员登陆这颗星球 结果他们从此就神秘失踪 其实爱德等人此行的任务 也正是找回这两个科研人员 这次爱德没有亲自参与营救 而是派出了一支四人营救小队 这四人分别是副舰长凯莉 医生 小黑和大力妹妹 那新追这部剧的小伙伴们 如果记不住这么多人 只要记住 小黑和大力妹妹就可以了 他们几人先伪装成对方星球的人类 又带上对方星球的钞票 最后便驾驶小型飞梭登陆了过去 由于那里是同款地球 居民也是同款人类 所以营救小队并没有遭到识破 不过这个星球的人有一点很奇怪 那就是他们胸前都有一个徽章 上面有赞财两个按钮 比如我们夸一个胖子瘦了 就会收到对方的点赞 但如果我们把咖啡打到别人身上 就会收到对方的财 小黑和大力妹妹等人 是这颗星球上唯一没带徽章的 一位小摊老板见到之后 警告他们这样会被抓的 于是私下都说给他们四套徽章 这些徽章每个里面都预刷了20多万个赞 闲人来源并不合法 所以老板卖完就让他们赶快离开了 营救小队接下来边走边聊 然而小黑生性喜欢开车 聊着聊着 忽然当街就跳起了辣眼睛的舞蹈 其他人急忙制止他 带他来到了咖啡厅 此时咖啡厅里有一位客人正想点餐 然而八台小妹竟然白着眼让他离开了 原来这家店的规定是 不接受50万财以上的客人 相反营救小队来八台的时候呢 八台小妹就又瞬间变回了笑脸 然而几人还没聊几句呢 一阵奇怪的声音忽然打断了他们 原来这是小黑徽章里面的声音 此时他的财正在疯狂增加 大家一看大屏幕才明白 原来呢刚才小黑跳蜡舞时 有路人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现在全网都在批判他 转眼间他就有了50万个财 前台小妹顿时翻脸不认人赶走了小黑 可小黑出门之后呢 发现不光每个路人都疯狂谴责自己 甚至还有警察逮捕了自己 原来小黑的财刚刚超过了100万 而在这个星球上 只要被财次数超过100万就会被逮捕 必须向全国观众道歉 道歉过程中呢 嫌疑人的财很可能进一步增加 如果增加到1000万财 就要接受神经洗脑 鉴于这里的科技只有21世界的水平 所以洗脑就相当于变成植物人 小黑得知这一点之后 吓得马上艾德就自己出去 然而小黑这是自作孽触犯了当地的法律 艾德和上级也只能让他服从当地人的安排 不久呢 小黑被送到了一个道歉真人秀的节目 这个星球里面所有的事情 都由全球民众来投票决定 而这个道歉真人秀就类似于他们的法庭 小黑是否有罪 全靠民众点踩决定 然而小黑这个人吧 平时嘻哈惯了 不光道歉不真诚 甚至登台时还拍打观众问好 这种拍打被视为一种冒犯 很快她的点彩数就达到了900万 只差100万就要被洗脑了 与此同时呢 大力妹妹的人也遇到了麻烦 因为大力妹妹戴的帽子 其实是本地一个民族的投士 而她并没有戴的资格 她迫于群众指责 只好偷偷摘下帽子 让自己的额头露了出来 此时呢 咖啡店的吧台小妹刚好看见 结果被大力妹妹搓一板一样的额头 给深深吓到了 大力妹妹只好努力解释 说自己和队友们其实都是外星人 作为佐证呢 她还特意表演了手腕参道的参议 还好 吧台小妹包容力很强 很快就接受这些 并和大力妹妹交上了朋友 大力妹妹借机向她打听 之前失踪的两位科研人员 到底去了哪里呢 吧台小妹说 这颗星球上人人都认识那两个人 他们因为在公交车上没让座 被人拍下来发到全网 最终因为被踩太多 抓了起来 后来呢 其中一人试图越狱 遭到了击毙 而另一位则遭到了洗脑 大力妹妹在吧台小妹带领下 找到被洗脑的科研人员 结果发现 她大脑的损伤 无可挽回 已经彻底成了没有灵魂的废人 不过试着一意来着可追 小黑还是有救的 大力妹妹于是把吧台小妹带回奥威尔号 让她想法子救出小黑 前台小妹自然被先进的奥威尔号 和稀奇古怪的传言们 深深震撼了一番 对此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后来呢 前台小妹想到了一条 有助于解救小黑的信息 那就是她的母亲 有一种类似社交网络的东西 每个人都使用着她 在这个社交软件里面说小黑好话 也许就能改善民众对她的看法 爱德听说后呢 便让传言们轻松侵入了这个社交网络 毕竟嘛 他们自己的科技是2418年的水平 可以随意碾压这个星球的人类 大家随后操控社交网络 给民众们推送了很多 为小黑拉好感的消息 比如她其实一直赡养着老人 而且小时候还是个小胖子 等等等等 当然了这些消息全都是凭空捏造的 与此同时呢 小黑的最终审判也仍在进行 她的点彩数很快就抵达940万 离1000万只剩直吃之药了 爱德的人情急之下 又捏造出了一段视频 把小黑塑造成了退业老兵加爱狗人士 观众们受此影响开始疯狂点赞 然而与此同时呢 点彩数仍然在不断增加 幸而在最后一刻 小黑的点彩数停在了999,996 仅以四票之差 逃脱了刑罚 故事最终以小黑口吐芬芳离开结束 至于前台小妹则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星 尽管她没办法把自己见到外星人类的遭遇 分享给别人 但至少在经历过本集之后 她明白了自己星球的制度有很多缺点 从此呢 她也不再轻易的行驶自己的投票权了 这一集故事的主题是借小黑的遭遇 讽刺了过度民主的缺点 民众们因为种种原因冲动 盲目做出情绪化的决定 所以什么都由民众来决定的话 将会有害而无益 只可惜本篇前半部分第二个地球的设定是如此的新颖 最终却只是借着她的外皮讲述了一个政治语言 或许这也是因为全面展现第二个地球的话会篇幅太大 本剧现于市场无法展开吧 明天的带来奥威尔号的第八集 故事依然发生在大家熟悉的奥威尔号上 不过这集的主要角色不再是船长爱德 而是医生 这天医生申请到难得的假期 要带两个儿子去一颗度假星球休闲 而负责驾驶太空飞舟运送母子三人的 正是我的感情的机械哥 不料几人启程不久 竟莫名遭遇了一片折叠空间 机械哥原本可以避开那里 然而熊孩子们打闹误捧操作面板 导致飞舟不受控制 被吸尽了折叠空间 等到几人飞出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一千光年外的太空 这是因为刚才的空间折叠把他们随机扔到了未知空间 更糟糕的是呢 他们的飞舟在此过程中严重损坏 必须紧急迫降 刚好呢 500万公里外就有一个自带大气层的星球 仅仍于是决定迫降在那里 不过飞舟撞击地面时裂成了两半 机械哥和孩子们一半 医生自己另一半 等到机械哥去找医生的时候 发现地上只剩飞舟残骸 而医生不知道去了哪 没过多久呢 又有一群丧尸一样的生物忽然杀来试图抢走孩子们 不过机械哥天生冷静 淡定地击败了他们 战后呢 机械哥观察这些生物 发现他们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似乎刚才想抢孩子们是为了吃料 当晚三人答应过夜 两个孩子们无法入睡 想让机械哥讲故事来哄哄自己 然而吧 机械哥说的故事就跟自己一样摸的感情 故事开头是两个孩子和妈妈度假 他们的飞船不先坠毁 两个孩子被了不起的高等机械生物保护起来 而他们的妈妈要么失踪要么死了 故事结束 孩子们听后更加无法入睡了 幸好呢 机械哥搜索出医生平时喜欢说的故事 又模拟出医生的声音 两个孩子终于在妈妈的讲故事声中入睡了 讲到这里呢 我们暂时放下机械哥和孩子的故事线 看看医生到底去了哪里 其实呢 当初机械哥救医生时之所以扑了个空 是因为医生刚着陆还没醒来 就被这个星球的一个本地人捕获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破旧房间里面 而本地人不让自己出去 对方说 自己之所以把医生关在这 是因为这里非常的安全 医生对此的回应是呢 自己的翻译器一定坏了 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像什么安全的样子 这里面翻译器一词的出现非常有趣 因为这样就可以解释前几节里面 主角们为什么能用英语跟全音和系 无障碍交流 我们说回正题 这场谈话的最终结果呢 是本地人死活不让医生出去 医生着急说自己担心孩子的安危 然而本地人表示不必担心 因为孩子们根本活不下来 原来这颗星球上曾经爆发过一场战争 当时敌人在水源里面投放生化武器 导致成千上万人口死亡 就算有少数人幸存 最终也都变异成了十人组 而像这位本地人一样正常的 只是极少数 尽管本地人说这些话时态度还不错 但谈到最后呢 他还是引进医生出门 很难说他究竟是在保护医生 还是把他当财产关了起来 不过医生也并不甘心作业代币 其实他昨晚就偷偷敲开铁窗 见到过窗外的景象 只不过由于这栋建筑太高 他当时没法跳窗逃走 如今呢医生便酝酿起逃跑计划 他先是故意划伤胳膊 骗本地人去外面取药 然后呢趁机爬到隔壁储藏室 找到了通讯器 机器哥等人刚好在通讯范围之内 几人因此取得了联系 不过医生在通话中焦急地发现 小儿子居然因为不适应环境生了重病 事关儿子的性命 医生一刻也不能耽搁 这让他做出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变割之后 本地人取婚药物想要照顾医生 可他回屋时却扑了个空 因为医生正手握刀子隐藏在门后 愣不防地刺出了一刀 本地人挨到之后愤怒还击 可战斗中他的武器被医生抢走 最终还是死在了医生手下 这处本地人的死让人有些唏嘘 因为我们很难评价 他究竟是好是坏 又是否最可当初 不过医生在小儿子命悬一线的关头 一定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 此前呢 机器哥曾在无线电里 把自己的坐标告诉了医生 如今医生连夜赶往那出坐标 不料路上遭遇到了一个死人族的袭击 医生当场消灭对方 并借此机会提取了对方的血清 这份血清将为治疗儿子疾病提供不小的帮助 医生继续前进不久 终于与机械哥和孩子们相遇了 然而遗憾的是呢 医生光有此前提取的血清并不能直接救人 还需要依靠奥威尔号上的先进设备才行 可奥威尔号根本不知何时才能抵达 更糟的是呢 在此期间又有数不胜数的死人族攻了过来 机械哥独臂难知逐渐陷入绝境 幸好就在此时呢 空中忽然倾斜下猛烈的火力 死人族们无力还手 如同惊吓过度的动物一样逃回了山林 原来奥威尔号的队友们早就注意到医生的人发生意外 不久前他们又收到机械哥发来的遇难信号 如今终于及时赶来逆转了战局 这一集结尾时呢 医生将小儿子带回奥威尔号进行了救治 多亏了船上的先进一气 他将很快就能活蹦乱跳 而另一方面呢 医生还研发出了能治愈这颗星球疾病的药物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就连那个星球上的死人族也可以得他救治 除此之外呢 机械哥与医生母子共同患难之后 似乎再不像本集开始时那么没有感情 不知道未来的机械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今天呢带来奥威尔号的第九集 这集的男主依然是奥威尔的舰长艾德 而女主呢则依然是凯莉 她的身份是艾德的副舰长 见前期 这一集刚开始时奥威尔号正举行唱歌节目 目前呢正轮到老神大壮 可他平时就以严肃闻名 就连登台时都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随着前奏响起大家不禁担心 他真的能唱好吗 然而就在这时 人类联盟司令发布的新任务打断了大家 司令说 艾德的新任务和两个外星种族有关 他们分别是大长脸族和阴角大王族 这两大种族向来有血海深仇 近期呢又为争夺一个星球 剑拔弩杖 不久之前呢 那颗星球上刚刚出土了一个古老的文物 两个民族因此难得的达成了共识 他们要让联盟派一位考古学家检测文物里残留的DNA 检测出哪族的DNA 这个星球就归哪族 司令也不希望这两个种族的混战殃及人类 于是呢对艾德唯一中人他的任务分两步 第一步是用飞船接纳考古学家和两个外星种族的代表 第二步呢是根据考古学家的检测结果 裁定星球归属权 首先是把考古学家接近飞船 这项任务本身毫无难度 不过艾德和凯莉见到考古学家之后却同时挣住了 那看过前几集的小伙伴们知道 本剧的故事都是从凯莉出轨跟一个蓝精灵偷心开始的 而这位考古学家竟然就是拉根烂人 仇人见面 艾德气得眼睛都知道 凯莉和蓝精灵也无比尴尬 不过呢蓝精灵提醒大家 他们的任务可是阻止两大种族的流血 大一面前大家还是搁置私人员比较好 艾德尽管气不大一出来仍然跟蓝精灵握手言和 凯莉呢也跟着伸出了手 不过其实这次握手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接下来呢蓝精灵便在其他船员带领下入驻飞船 开始了为期几天的检测工作 待遇几个小时之后呢凯莉找到蓝精灵 想明确跟她划清界限 以免重蹈出轨的覆辙 毕竟她自己好不容易才和艾德改善了关系 然而凯莉说着说着呢 眼神竟迷离起来 和蓝精灵聊的天也越来越暧昧 两个人好像又要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呢艾德有时找不到凯莉 于是闯进了她的房间 结果发现第一集的绿帽一幕 竟然圆模圆样再次上演 艾德再次崩溃了 而凯莉呢则试图从各种角度证明自己没错 不过他们俩并没有争吵太长时间 因为就在刚刚 大长脸族和银角大王族的代表也登入了飞船 他们一见面就掏出刀子 幸好艾德等人劝职他们才没酿成大火 安顿好这两族代表之后 艾德和凯莉各自向自己的朋友讨论起刚才的绿帽一幕 凯莉表示呢 尽管艾德像个适合过日子的男人 但自己对蓝精灵是冲动迷恋 心跳不已 几乎情难自已 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而艾德那边则认为呢 蓝精灵连绿两次自己不可饶恕 一定要现在就吵着她 说完呢 她怒气冲冲闯进蓝精灵的实验室 叫嚣当场要解雇她 蓝精灵态度倒很和善 表示完全理解 不过两人说着说着 艾德的态度忽然180度大转弯 她不仅不再开除蓝精灵 还笑嘻嘻的约她喝酒 叫嚣的样子 好像她和蓝精灵陷入了热恋一样 当晚呢 艾德找到蓝精灵喝酒的时候 才发现凯莉原来也在场 他们俩争风吃醋彼此阶段 只想借此赢得蓝精灵的好感 就在他们三人逐渐向奇怪的方向发展时呢 两大外星种族的耐心已静耗尽了 他们此前一直着急想知道 DNA检测的结果 却总也联系不上艾德和凯莉 这让他们对人类失去了信任 后来呢 艾德终于抽出时间接见了两族代表 可她眼见两族越吵越激烈 却不想调停 只是着急去跟蓝精灵约会 两族代表最终人无可忍 决定召唤各自的舰队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呢 其他船员终于从蓝精灵嘴里问出了 艾德和凯莉行为如此诡异的原因 原来蓝精灵的种族会通过皮肤 释放出一种信息素 其他生物只要接触这种信息素 就会陷入盲目的热恋 艾德和凯莉呢 就是之前跟蓝精灵握手的时候被感染的 而蓝精灵由于并不认为 通过信息素吸引恋人有什么不光彩 所以对艾德和凯莉都来着不拒 蓝精灵还补充说呢 这种热恋通常会在几天之后消散 不过这几天里面没有任何解药可以治愈感染者 就在船员们为此感到头大时呢 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此时外星两族的舰队已经汇集在一起 正准备展开一场空战 以大壮为首的船员们试图调停双方 然而外星人们对船长艾德的不信任 对大壮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 两族的空战很快正式打响 奥威尔号夹在两族中间 随时都有被误上机会的风险 不过就在这时呢 其他船员忽然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 事完呢 他带出了两族代表 而两位代表竟然真的联系各自阵营宣布了停战 大家看着两位代表亲密而不是娇羞的互动 顿时猜出了真相 那就是船员们刚刚骗两位代表 接触了蓝精灵的新吸塑 从此呢 他们俩便陷入爱河对战争只字不提 尽管此时的画面确实有些辣眼吧 不过在和平面前 即使眼睛再辣也是值得的 几天之后 艾德和凯莉终于从热恋中恢复了理智 他们面面相去 希望永远也不要再提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毕竟那实在是太没节操了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几天之后 如果两族代表从热恋中醒来 再次刀兵相见 该怎么办呢 不过此时蓝精灵声明 大家不必再担心两族再度开战了 因为他刚刚完成分析工作 结果显示 那件古老文物里面 同时残留着两族的DNA 这证明他们两族有着共同的祖先 所以这颗星球 他们也必须一起分享 就在蓝精灵汇报完毕 准备书宫离开的时候呢 凯莉忽然留住他 询问自己在第一集出轨时 是否也是因为信息素的影响呢 而蓝精灵对此的回答是 也许这一点可以帮助证明 凯莉当初的出轨 其实并非有心之举 艾德和凯莉听后默默对视彼此 相信他们一定同时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说没有戏文里面洗不白的角色 更何况是科幻剧呢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名布马 今天呢带来奥维尔号的第十集 在前几集里面 销伙伴们喜欢的大力妹妹戏粉逐渐变少 我有时候甚至也只能省略掉她 不过这一集呢 就是她的个人专场 这一集开始时 奥维尔号上正一片慌乱 原来呢飞船此前不慎闯如离子风暴 船内许多部件都因为风暴袭击爆炸 最糟糕的是呢 工程部里甚至还有一名船员 被崩落的飞船部件砸到 其他人就算用尽力气 部件仍然闻死不动 他们只好向力大无穷的大力妹妹来求助 不过当大力妹妹赶到时呢 这里已经燃起大火 不知为何恐惧忽然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身体也无法动弹 等她重振精神救援时 又有一块飞船部件砸下 原本就被押住的船员当场死于非命 参加这名船员葬礼时 大力妹妹充满自责 她竟认为船员的死要归结于自己营救部及时 又觉得自己身为安保主管居然连火都怕 再也没法升任工作 船员埃德知道这件事后 鼓励她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 要想消除恐惧 必须先面对她 大力妹妹听后便和老爸老妈联系 询问自己究竟为什么那么怕火呢 老爸老妈表示 原因可能是大力妹妹在八个月大时 家里发生过一场大火 尽管当时她还没记事 但可能在潜意识中留下了阴影 一家三口的对话期间呢 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那就是爸爸妈妈对大力妹妹在舰队当安保主管并不满意 因为在他们的种族里面 任何与体力有关的工作都是下等 只有念书才是正的 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种族人人都力大无比 所以就反而显得体力工作毫无含金量可言吧 大力妹妹和老爸老妈聊天结束之后呢 正准备返回工作 不料飞船走廊里竟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小丑 等大力妹妹追上之后 小丑又莫名消失了 大力妹妹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当大家调举监控之后呢 才发现这个小丑居然是真实的 而她后来也确实凭空消失了 大家都毛骨悚然决定分头调查 而大力妹妹最终在黑暗的仓库里面再次遭遇小丑 小丑出手凶狠 仿佛只想取人性命 大力妹妹只好杀掉了她 副舰长凯莉得知这件怪事之后 虽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试图宽慰大力妹妹 不料凯莉正说着话进入电梯时呢 竟险些掉入无底深渊 大力妹妹慌忙将她救起 可两个人还是没想明白 好好的电梯为什么竟会突然变成深渊呢 这在科学上根本说不通呀 那会不会是自己的大脑出问题了呢 大力妹妹想到这里去找医生进行了一次大脑扫描 不料医生竟一言不合就把她束缚起来 还声称要把她从下到上完全切开 言语表情仿佛是黑化了一样 大力妹妹吓得爆发出力量制服了医生 而其他队员得知此事之后呢 试图对医生进行问话 然而医生还是一副病胶的样子 完全无法沟通 船长爱德只好召开一次会议 询问船上的种种诡异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爱德的随友脑洞大开 猜测大家会不会在遭受离子风暴袭击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如今是在地狱呢 其实这种脑洞未免太离谱了点 不过这一切的诡异灾难 确实都是从离子风暴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大家也确实都怀疑 那场风暴是罪魁祸首 几个人正猜着忽然又有密密麻麻的蜘蛛 凭空出现了 甚至呢 还掉到了人们的脸上 大家刚想应战 转身却又发现蜘蛛不见了 爱德再也不想这样担惊受怕 他认为 既然飞船的诡异现象 可能是离子风暴引起的 那么只要重回其中 就一定能查出什么线索 他于是指挥飞船 开始向离子风暴返航 大家散会之后 大林妹妹和爱德孙友一起离开 所有好像超怕刚才的蜘蛛 正添有加速 形容他们有多恐怖 正在这时呢 电梯里忽然又钻出一只巨型蜘蛛 爱德孙友逃跑不及 就这样惨遭吃掉 大林妹妹慌忙联系其他队友 可他转眼之间呢 却发现飞船已经空无一人 上到船长爱德 下到普通船员 所有人都同时消失了 可这时 飞船已经逐渐进入了离子风暴 再不启动保护功能的话 他很快就会被摧毁 大林妹妹急得找遍全船 才找到了唯一上载的机械哥 此时大林妹妹还在 机械哥倾诉 自己刚才居然只能眼看着爱德孙友死掉 去务力营救 机械哥听后则告诫他 一定要保持警惕 毕竟大蜘蛛随时都可能过来吃掉他们 大林妹妹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刚才只说爱德的孙友死了 没说他是死于大蜘蛛啊 那机械哥是怎么知道蜘蛛的呢 难道他就是幕后黑手吗 机械哥眼前无发圆黄 便对大林妹妹突然发起袭击 只不过两人激战良久 也没能分出胜负 而在此期间呢 离子风暴已经开始破坏飞船 预计很快就会将它摧毁 大林妹妹无心恋战 试图驾驶飞船里面的小型飞梭逃走 机械哥则在他逃离的必经之路上 故意踮起了一道火墙 不过事到如今 大林妹妹终于克服了对火焰的恐惧 他最终眼神坚毅地穿过火墙 飞入了广袤的太空 而短短几秒之后 机械哥便和飞船一起在离子风暴中殒命了 就在大林妹妹望着飞船毁灭的一幕愣住时 她周围的景象忽然从太空变为了一座模拟室 而其他队员呢 都祝贺她成功完成了测试 原来此前诡异的一幕幕都只是模拟测试而已 大林妹妹刚想为队友们擅自测试自己而生气 队友们呢便告诉她 其实申请这场测试的正是大林妹妹自己 原来当初大林妹妹在告别父母之后 担心自己会不会除了怕火以外 还对别的恐怖景象有什么阴影呢 还因此便让机械哥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模拟项目 这个模拟从小丑开始到深渊 解剖小蜘蛛大蜘蛛再到空无一人的船舱 这些项目都是大家提供的经典恐怖场景 而大林妹妹之所以会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呢 是因为她特意叮嘱医生对自己进行了短期的记忆消除 毕竟如果自己知道是在模拟测试的话 那就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恐惧了吧 其实艾德对大林妹妹这番测试 是颇有一些不满的 毕竟她未进行这场测试呢 一度欺瞒不少队友 还擅自利用了飞船的安保制度 不过一方面呢 她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另一方面她也确实战胜了每一次危机 甚至还战胜了此前最害怕的火焰 从这点看来 大林妹妹确实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士兵 这天告别大家之后 大林妹妹终于安心入睡 毕竟她先是明白此前的诡异灾难 只是虚惊一场 又是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担当合格的安保主管 如今她即使是在梦中 最佳也仿佛正挂着笑容 这一集开始时 奥威尔号的船长艾德依然在和船员们 无所事事倒游太空 不料他们正进行量子驾驶的时候 引擎仅忽然故障 船速也因此骤降了下来 船员们分析情况之后 认定飞船刚刚是擦碰到了某种 肉眼不可见的异常空间的边缘 虽然船体没有大碍 但量子引擎却被撞坏了 艾德非常郁闷 只好停下飞船 让船员们原地修理引擎 然而引擎还没修好 艾德忽然发现 有一艘外星种族的走私舰飞到了附近 艾德警告对方 继续前进的话 就会撞上刚才的异常空间 然而对方并没有意识到异常空间的存在 还以为艾德是在骗自己 于是口吐芬芳撞了上去 大家眼见着他的飞船 便便消失 随后重新出现 可艾德在对对方进行扫描时 却发现飞船里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他们带着船员登陆对方的飞船 才发现对方竟然已经死掉了 船员们大呼奇怪 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 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刚才的异常空间 其实是一个通往二维世界的入口 这还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发现二维世界 原来那个外星人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他体内的蛋白质分子 原本是三维的 他在进入二维世界之后 这些三维的分子都被压贬为二维的 而当他重回三维世界之后 这些蛋白质分子 没法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因此便失去了祸性 这进一步导致他体内细胞的死亡 并最终让他命丧黄泉 既然刚聊完这些 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原来是有三艘奎尔人战舰 正向他们赶来 奎尔人天生好战 不讲道理 一旦见到艾德的人必然开战 然而艾德他们打又打不过 逃跑的话 量子引擎又没修好 只能缓慢飞行 可以说是陷入了绝境 这时领航员小黑想出了一个点子 那就是他们可以躲入二维世界 等奎尔人走了再出来 可大家不是刚才还说 只要进入二维世界就会死吗 小黑解释说呢 飞船的引擎虽然不能使用量子驾驶了 但仍然可以在飞船表面 生成一种量子泡泡 而这个量子泡泡会保护飞船 让大家进入二维世界之后 不会的压变 虽然这听起来颇为冒险 但艾德别无选择 还是采用了他的计划 计划起初进行的非常顺利 飞船先是生成量子泡泡 然后成功钻进二维世界 也并没有因此压变 等到奎尔战舰飞来的时候呢 只是扑了个空 船员们在确认奎尔战舰没有追来之后 才安心地看向了飞船前方 结果竟被窗外的二维世界震撼到说不出话 这里是一片二维生物打造的文明 它的繁华程度丝毫不逊于三维世界 当然艾德等人之所以能目睹这一切呢 要归功于小黑刚才生成的量子泡泡 它让飞船即使穿梭在二维世界里 也依然能保持三维的形态 艾德首先试图跟这些二维生物交流 然而呢 它们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达到这一点 它只好推而求其次 让船员们尽可能地扫描二维世界 他们在这里收集的数据 将足以供人类科学家研究几十年 不过船员们才刚安一片刻 飞船就出现了新的危机 原来在此期间 飞船表层的量子泡泡开始变得不稳定 预计21分钟之后 量子泡泡就会破碎 到时飞船会融入二维世界 船员们也将被压扁 大家听后慌了起来 开始准备逃跑 刚好呢 扫描显示 4000千米外就有一个次元裂隙 也许抵达那里就能返回三维世界 但问题在于 飞船的量子引擎坏了 没法行驶那么远 这时呢 小黑又想出了新的注意 他们可以开一艘小型飞梭飞在前面 然后用飞梭释放出牵引光束 牵引着奥维尔号前进 艾德确认计划可行之后 便和小黑一起驾驶飞梭 用牵引光束拉起奥维尔号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呢 当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 飞梭要走出量子泡泡的外面 这就导致飞梭会被压扁 但是呢 他们提前在飞梭里面 生成了一个小型的量子泡泡 来维持住飞梭驾驶舱的三维空间 然而 他们在距离出口 还有3000千米的时候 量子泡泡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艾德和小黑被迫无奈 只好极大加快了飞行速度 这种方式如果操作不当 很可能加剧量子泡泡的崩溃 最终害死所有人 不过在艾德和小黑的机制操作下 飞梭最终成功把奥威尔号 拉回了三维空间 而这一切的代价 只是他们两人受伤 留了不少比戏而已 本集呢 奥威尔号的冒险就此圆满结束 其实进入二维空间 只是本集的主线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两道支线 那就是艾德自己和小黑的成长 看过第一集的小伙伴们 一定记得艾德之所以当上舰长呢 是因为凯莉说服了高层司令 而艾德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 这集里他明白真相之后 总觉得自己的船长之位 是靠走关系拉来的 因此呢 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小黑的情况与此类似吧 至极最初时呢 工程部的原主管离开了飞船 艾德于是对所有船员 进行了智商检测 结果发现 小黑居然是除机械割腕 智商最高的 艾德试着让他来担当主管 然而呢 小黑的老家是个落后的殖民地 那儿的人都把聪明人当怪胎排斥 他因此习惯了装傻充混 对管理别人也没有自信 不过在本集化解过一串棘手问题之后 小黑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管理方式 而艾德呢 则不光重拾做舰长的信心 还和凯莉和解 两人甚至有了一丝复合的味道 但他们两人的感情究竟会如何呢 我们还是得等到以后才能知晓 今天呢 带来奥维尔号的第12集 作为第一季的收尾制作 这集可以说是本季最好看的一季之一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这集开始时呢 奥维尔号的船长艾德和船员们 在太空发现了一片怪异的空间 科学工程师机械哥对他进行扫描 却无法收获运用数据 他因此呢 打算亲自驾驶飞船 贴近那片空间来进行研究 副舰长凯莉德之后 也和机械哥一起前往 不料两人即将抵达时呢 竟忽然发现眼前出现了大气层 太空里为什么会有大气层呢 就在凯莉德人不知所措时 奥维尔号上看到了事情的全貌 原来在凯莉德他们探查的位置 突然出现了一颗星球 此时呢 那撞击出现了故障 因此被迫降落在哪颗星球上 机械哥检查飞舟之后 认为自己需要一个小时才能修好 而凯莉在这一个小时里无所事实 便在这个星球上散散步 他发现附近生活着一群人性生物 根据村落水平看起来呢 他们大约相当于地球的青铜时代 机械哥得知之后 通过无线电警告凯莉 千万不能与这么原始的文明进行接触 否则一定会造成文化污染 如果有小伙伴没有明白 文化污染指的是什么 那也没关系 因为凯莉马上便用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做文化污染 当时呢 凯莉在临终闲逛 刚好遇到了这颗星球的几个孩子 孩子们被吓得惊慌逃跑 其中一位不慎摔出了好大的伤口 在如此落后的星球上 这种伤口很可能致命 凯莉于心不忍 便掏出随身的黑科技治疗仪 轻松治好了孩子的伤口 然而凯莉一抬头才发现 居然全村的男女老少 都目睹了刚才神奇的一幕 她慌忙逃之夭夭 却没想到自己从此深远地影响了这颗星球 与此同时呢 船长艾德正把这颗星球的种种未解之谜 报告给上级 汉如时报告了所有信息 唯独呢 没把凯莉造成文化污染的事情说出去 显然这是一种有意包庇 看过前几集的小伙伴们一定知道 艾德和凯莉呢 曾经是夫妻 前几集里面 他们的误会逐渐解开 颇有要复合的趋势 这也是艾德做出包庇之举的原因之一 不过他们俩的感情故事呢 我们先留到结尾再说 如今艾德正和传媛们继续研究着这颗行星 不料转眼之间 这颗行星竟有凭空消失了 机械哥见到这幅景象 推测出了一种理论 他猜 大家刚才遇到的这颗星球呢 其实是一种位于多项轨道上的星球 多项轨道是一个之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的概念 它指的是 某颗行星的公转轨道 刚好贯穿了两个宇宙 一个是我们本未免的宇宙 而另一个则是我们一无所知的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宇宙 刚才大家之所以能看见那颗星球 就是因为它出现在了本未免的宇宙 而它之所以消失呢 就是因为它又沿着轨道 公转进另一个宇宙去了 大家对这颗行星的公转轨道进行计算之后 得出它下次出现会是11天后 于是决定原地等上11天 这期间呢 艾德和凯莉刚好闲着 便狠狠地撒了好多狗粮 我们就赶快跳过 11天后 大家果然发现 那颗行星和预想一样红空出事了 不过机械哥扫描之后 发生了巨变 因为此时星球的人口和建筑数量 已经急剧增加 大大超过了青铜时代的水平 可短短11天内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艾德为一探究竟 亲自带领船员们登陆了这颗星球 这时他们才发现 这颗星球的文明 竟从青铜时代发展到了14世纪的水平 机械哥知道之后 又明白了这背后的原因 原来扫描结果显示 这颗星球在另一个宇宙运行的时候 时间会被大幅加速 这也就是说 尽管这颗星球 在我们看来只消失了11天 但实际上 他的时间却已经过了700年 不管怎么说吧 艾德为了科学研究 决定带大家混入这个文明去看一看 由于没有合适的伪装衣物 为了快速行动 他们就决定就近偷几件 不了解人正在偷衣服时 刚好被一个女人发现了 让人意外的是 女人竟转身抱出自己的儿子 还虔诚地跪在凯莉面前 恳求她祝福儿子 凯莉一脸问号 只好信口胡走 祝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别做渣男之类的 女人最终感激替脸地离开 而凯莉等人则不明所以 不过当大家深入城镇之后 心里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原来呢 当年凯莉用黑格机制好女孩之后 她的故事便被当作神话流传了下来 如今她已经和上帝一样 得到万民信仰 而这颗星球的教士们 也和地球中世纪的教士一样 时常假借凯莉之名倒行逆事 比如说教士们 如果不确定一些平民是否有罪 就会对这些平民示以畸形 他们认为此人如果无罪 那么凯莉就会用神力拯救她 而如果此人死掉的话 就证明她是有罪的 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因此死掉 凯莉见后冲动的想当场阻止 然而爱德劝她采用了一个更理智的方法 原来呢 爱德等人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座伟岸的大教堂 其中还矗立着凯莉身着制服的雕像 似乎这里就是教皇所在 凯莉是来到这里 当着教皇的面露出了制服 教皇果然如同见到上帝一般 称皇称孔 然而凯莉告诉教皇 自己其实并不是神 当年治愈女孩的也不是自己 而是黑科技仪器 说完呢 她便划破自己的手 示范治疗一番 随后还让教皇照做一遍 教皇仪式竟然真的成功了 虽然说教皇对这款仪器还是将信将疑 不过刚才凯莉划破自己手势流了不少血 而教皇坚信神是不会流泻的 她因此才接受了凯莉只是个凡人的事实 凯莉本想继续披露真相 然而检测显示 再过几分钟 这颗星球就会移动到另一个宇宙 凯莉因此急忙和队友们撤回了奥威尔号 凯莉离开之后 教皇正想将一切真相公布 然而教皇的手下却并不同意 毕竟教会的权力都是建立在凯莉的神话之上 否认凯莉的神话无疑将动摇通知 这个手下因此刺杀教皇 把凯莉的神话继续流传了下去 不过当然 凯莉的人对此事一无所知的 11天之后 他们继续等待着这颗星球降临 这次行星出现之后 机械哥再次扫描全星球 结果发现这里的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那么凯莉的神话还在被流传吗 机械哥扫描这个星球的通讯后 得到了74万条结果 他们点开后发现 凯莉依然在被当作神来看待 人们为她传教辩论和争吵 甚至有极端的人一向不同 掀起了恐怖袭击 显然凯莉的努力又失败了 凯莉总结此次失败的原因 认为都怪自己上次走得太早 如果自己能一生待在那颗星球 想必能让一切真相大白 尽管自己会死在那里 但这也算是一种赎罪吧 不过艾德可不会容忍凯莉这么做 她情绪激动的拒绝了 不过就在这时呢 机械哥却自告奋勇想去拿颗星球 原来机械哥的构造可以维持几千万年 尽管他要在外星待700年 但这700年对他来说 跟700秒也没什么区别 他会在这期间慢慢说服拿颗星球的人 机械哥的理由似乎无懈可及 凯莉最终怀着敬重和愧疚之情 把他送上了那颗星球 等待机械哥再次出现的11天 显得尤为漫长 所有人都开始变得紧张不安 凯莉本人尤为如此 当11天后 这颗星球再次出现的时候 人们都被眼前的景象 惊到睁大双眼 因为如今这颗星球 已经发展到量子驱动时代 恰好呢 此时一颗外星飞船请求登舰 艾德同意之后 机械哥便带着两位外星人 传送到了船内 机械哥说 自己过去的700年充实而且新奇 因为自己一直在不停地研究这个种族 不过除此之外呢 自己倒并没有怎么为凯莉来解释真相 因为这颗星球的人们 自己就主动放弃了对凯莉的信仰 原来如今这颗星球的民众 已经进化到了太空文明 他们的舰队已经遍布了 自己宇宙内的各个角落 既然他们的科学已经如此先进 自然就会明白 凯莉只是另一个失控的普通人 因此也就不会盲目地崇拜他了 两位外星人安慰凯莉不要自责 因为就算当年凯莉不出现 他们的星球也会另造一个神来崇拜 毕竟宗教崇拜是文明的必经之路 而现在呢 他们尽管不再把凯莉当神崇拜 却依然赞赏他对宇宙的探索精神 这场谈话的最后 艾德和凯莉笑称 也许再过不久 外星文明就会远远地超过地球文明 到时欢迎他们再反过来研究人类 而自己会以此为荣 这一集的主线故事到此结束 不过呢 这一集虽然精彩 却很难说是圆满 因为片尾时呢 凯莉神情严肃地找到艾德 表示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并不合适 毕竟此前艾德为了凯莉 曾多次蒙蔽 甚至违背上级 凯莉认为 两人在飞船中维持爱情 会妨碍艾德的判断 也会不利于飞船的日常运作 尽管呢 艾德对此并不甘心 然而两人最终还是 竟撑着对方的职称 仿佛公事公办一样 告别了彼此 其实作为这一集的结尾 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贪心不起来 不过每句嘛 大家都懂的 毕竟他们两人如果真的和好的话 我们下一集也会少了很多看点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nference 咱们下集再见